哈囉大家 大家好 我是牧莉 這次有點感冒 所以聲音有點磁性 請多多減量 記得要開啟洗洗自摸 不然沒有自摸 這次我們要去 如希酒店 他在小巨蛋那邊 去這裡吃一家Buffet 這是 這裡的Buffet比較沒有這麼多人 這是他七八月 是德國的主題特色 有一些優惠 大家在自己上去看喔 這是有一區的展示區 他 展示著跟德國相關的食物 但我不確定這個跟德國是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左邊這個麵包還蠻好吃的 接下來我很推薦他的生魚片 他的生魚片是要直接跟師傅點的 這裡的 紹興 蝦 很好吃這個蝦子 這螃蟹也很好吃 這裡很推薦愛吃螃蟹的 其他 這裡就差不多 這裡 熟食類的好像沒有太好吃 這個烤鴨還不錯 但是烤鴨的皮有點硬 肉是可以的 香茬蝦 香茬蛤蝦湯 這也不錯 他的披薩的料很好吃 但餅皮 還可以 他有自助披薩 這是現做披薩 後面也有爐子 這些炸霧區表現得 還可以 不是特別推薦 這個酸菜魚 也沒有很推薦 他的魚的味道有點怪 肉 牛肉 他的味道也沒有很好 烤得有點焦 他有時候會有 桌邊的服務 像這個餐包 他就是桌邊推來的 他會推著 像這樣的餐車 一桌一桌的問 這個酥皮濃湯 他也是一桌一桌推著問 你們吃酥皮 都是怎麼吃呢 挖著凍 還是 配著全部放進去呢 告訴我 你是哪一派 糖葫蘆也是 他也是 一桌一桌的問 美部長表示 就是 就是糖葫蘆啦 我很推薦他的甜點類 麵包類還好 但是他的甜點類 這個 芒果 還有 馬卡龍 都是很好吃的 很推薦他的芒果 跟馬卡龍 真的好吃 他的環境還蠻安靜的 不會太吵 他的環境還蠻安靜的 去的人大部分都在吃 螃蟹 還有蝦子 生魚片 記得要訂閱 分享 下次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再見囉 再見囉 by bwd6